也是还蛮经典的 但未来你们其实也可以拿这一题改成其他的那种测验的方式 所以以后的话如果选择题的话 可以类似用同样的方法 比如说这是几月呢 OK比如类似这样一个英文 然后请你输入它的中文 或者用选择题也可以 不过这里因为这种月份刚好可以对应到一个数字 比如说这个是几月呢 然后我先弄一个故意猜错三月 Enter答错了 继续猜 不过这里的话当然也是一个无穷回圈 没有给人家献 所以一定会画有E冒号 所以如果像这种无穷回圈 不断猜很简单 程式就画有E冒号 所以其实你要写一个游戏 开头都是画有E冒号就好了 剩下再来思考逻辑 对不对然后这是几月如果输入1好了 Enter 答案正确它就break掉了 OK所以其实基本上第一个我们需要什么一定是random 不过这个random的话恐怕比较特殊就是说 它这个random我是让它random1到12月 1到12月OK 然后random1到12月呢 我就从什么从一个list从一个串列里面呢抽出 假设我random的结果是1的话 它就帮我把1这个1月的在哪里呢 在mindstream这个字串里面的清单 这个叫 这叫串列里面串列不是叫字串 字串是里面都是文字 但这个串列呢就是放很多文字的有点像是一个正列 OK如果说其他语言都是叫正列 不过在这边叫lister lister其实应该也可以翻译成清单吧 感觉上有点类似就是在哪里呢 在VBA 不Excel里面的那个清单 那所以呢第一个我要怎么样产生什么 第一个一样input random 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要怎么样 产生英文字的月份 因为英文字不像中文1月就1月2月就2月3月就3月 他很奇怪他1月的话就一定要要一个generate 然后2月的话呢就又一个名字3月4月5月 他为什么不叫1月就是什么1month 2月的话他不是 所以你就非得什么非得要用那个 可是问题来第一个这个上面的这个清单 我是怎么产生的 特别是串列他有个规则 第一个呢他一定是中瓜壶开头 中瓜壶结尾 OK前面有讲过 第二个的话就是每一个串列的中间加痘点 那你当然可以放不同的形态 不过以这一题来看都放一样的形态 那里面的话呢 比如说从1月到12月 可是会有个问题 因为同学问说老师你这个地方 我要把这里面全部的1到12月自拼出来 打上去就是一个麻烦的事情 怎么做 请各位教会一个简单的方法 但是呢你至少你要会拼得出1月份 January这个地方的话 你直接怎么样 把这个January把它输入到哪里呢 输入到Excel 接下来的话请你怎么样 向下填满 1到12月就出来了 剩下来的话你就可以怎么样 把那个这12个月份前后加双以后放在Python里面就好了 OK就这样而已啊 我会发现这样最简单 其实如果你这一题要把它改写成VBA也可以 因为VBA本身就有这个东西你也不用放清单 因为其实在VBA Excel里面这个就是清单了 所以你可以想象成在Excel里面是看得到的清单 在Python里面的List是看不到的清单 它是放在记忆体里面 差别在这里而已 OK 而且另外一点 在那个Excel里面的第一个清单是1 对不对 可是List里面的清单第一个是什么 从0开始 OK 那这样的话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那你如果从0开始 我原来是写这样子 Genery是放第一个它是0 第二个是放1 那我每次就怎么样 我要比对的时候 我就要把它加1之后才能跟它输入的做比对 那我就觉得非常麻烦 后来我就想了一个方法 这个也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一个简单方法 我干脆怎么样 就是直接在前面加一个什么 空的 那为什么加这个空的 很简单 因为我避开第一个 我第一个都不要用了 反正我1月就是 就是Genery 然后第二月 第三月一时类推 我就是这样子好处 就是说我程式写的时候 就不用去管它加1-1的问题 OK 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我们一样呢 先用Random Range 去产生那个1到12月 所以一样Random Range 1到12月 它就随便乱数帮我抓一个 刚刚同学有问到说 那个Random是怎么会怎么来的 其实特别注意 Inport的话指的就是我把这个Random的 这个就一个模组 它已经在韩式库里面 我把它 Inport是贿赂的意思 那贿赂的时候呢 其实我觉得Python有个地方很方便 它不像Java 你要去 去再去把它变成物件 才能使用它 它是Inport就同时帮你把它变物件 所以基本上会产生一个物件叫Random 然后Random里面有个方法 叫Random Range 我们可以产生这里面的词 所以特别就是它的流程大概就这样子 那它就会乱数产生一个 那刚刚1月嘛 所以它这边产生1 1的话呢 接下来就是请使用者输入嘛 输入的话呢 问题为 我就把这个东西 把这个Minds放在哪里 放在这里哦 所以这个地方Minds3 中瓜阿湖 如果我要抓1月这个字串的话 我前面有讲过嘛 中瓜阿湖放个1就好了 有没有把1放进来 它就会抓到这个字串 然后把这个字串放到这个位置 所以你会发现哦 我们刚刚Random的时候 你会发现直接Random出来的话哦 现在变2了 有没有 它就把这个字串 比如它是很2 然后就抓一个Minds3 2月的字串放在这里 并且帮我显示出来 OK 那一样呢 比如说我今天输入3好了 那就不对了吧 那就比对一下 所以底下一样 无穷回圈 那其实哦 可能的答案就两种 一个就答案正确 一个就答案错误 所以呢 其实这个回圈 这个回圈很简单 画有衣帽哦 底下的逻辑哦 一辅 两个相等 所以我先比较什么 如果两个相等的话 那就答案正确 break掉 如果错的话呢 很简单嘛 答案答错了 并且怎么样 把上面的这一行 有没有 一样嘛 把这一行吧 把它再复制一个 到这里 继续回答吧 OK 然后他就继续回答 然后一样 再回到快回圈 然后比对一下 是不是一样 如果一样的话 才答案正确 意思类推 OK 应该可以理解这一题 而且这一题 感觉底下逻辑 又比刚刚那一题少 因为这个只有两种 true跟false而已 对 答对跟答错 只是这一题 比较难的是在哪里 在这个 串列的使用 OK 所以请各位注意一下 那串列的话 一定是中瓜谷 OK 然后 如果要取得哪一个串列的话 就是用串列名称 加上中瓜谷 然后里面给他的所影值 他就把那个所影值里面的值带过来 比如说二 他就二月带过来 问题为这是几月呢 OK 那所以这边的话执行 都可以看到结果 那请各位试试看 那一样这一题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这一题的话 也可以变化一下 尤其你可以把月份改成 其他英文单字吧 或者是说 未来还可以再结合一些 那些资料库或者档案的存取 然后可以怎么样 然后可以写一个类似什么 中方什么 那种 类似什么英检 全民英检 或者是什么多益 托福的单字的一些相关测验 那比如说你可以跳一个中文打英文 英文打中文 甚至如果有计时的功能 你一定要在多少时间里面 完成这些题目 那就是一个测验系统 可是最好再加上有那个语音吧 对当然啊 永远写不完的 对 对不对 说的人要自己做得出来 对不对 提需求就是你要把它 可不可以都可以 你想得到的 其实再怎么样很复杂的东西 就是写得出来 但问题是你要想办法把它变出来 没有标准答案 只是说你要想一个方法是最简单的 所以学语言最主要就是那个 听力 对要听要说要读要写 听就是最基本的 当然当然听力 因为其实像在台湾 最大问题就是只会阅读 然后会看 但是好像说跟听好像就是问题 OK 试一下 因为大概我那时候念一旧所 曾经去那个西雅图 去那边学语言 不过后来发现 第一次我就卡关了 就是出海关的时候 我就发现 讲太快了 我真的完全没办法 因为可能以前受的就是看都看得很快 然后就是在听力跟说就 就很弱 非常非常弱 OK 就而且那时候记得 大概差不多十几年前 做的也是长荣航空 OK 好 试一下 那就把那个 曼斯CAI这一集 试试看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 也可以试着想想看 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稍微改一下 像这种CAI 可能就是曼斯CAI 或者是其他的英文单字CAI 或者是说 可以做出单选题 复选题等等的 那不过这边有一个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为历史它基本上就是单一栏 那如果说你将来有中文有英文的话 未来其实你可以 未来还有一个资料形态叫字典 Dictionary 那Dictionary就是说它两个栏 有key有value 就是key 一个key一个value 所以你可以放中文 用放英文 然后value可以放中文 可以放两栏式的 这样的话如果它答对 就是有没有 就是可以用类似的方法 这Dictionary 后面我们还要再提到 KeyValue 然后 那这个KeyValue的这种Dictionary 跟那个网路上面的有个资料形态叫Jetson Jetson的格式是完全match 就是说你可以下来的Jetson档直接就放在字典里面就OK了 然后你就把字典里面东西逐一的拿出来 看你要怎么处理很快就可以处理完毕了 那目前还有那个现在很比较夯的database 现在都走云端嘛 那云端很多database也都走key value的架构 像比较常见像什么file base file base里面也是key value 你存上去也要一个key value 下来也是key value 所以如果说你们 我们之后还会再谈到字典这种形态 那要怎么处理 OK 因为它是两蓝式的 OK 那之后的话 像证照考试题也有考到字典 所以回去的话有时间 也或许可以先大概了解一下那个证照考试的相关的规范 然后题目大概就9类了 OK 它有5类跟9类可以选 如果有意愿要考试 那这个也不强迫啦 如果我是觉得如果对于你们将来如果说有就业的需求 或者说你希望多一个专业的认可的话 其实可以考虑 而且必须要让自己很有勇气的坐在那个台前 然后把那一件事情完成 其实这我觉得勇气也要很大 OK 不过有的时候就是说因为你已经付了那个报名费之后 你会觉得你要把这件事一定要完成 否则那个报名费看起来也是不算太便宜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那个就是刚刚这一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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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